对了 我说出来大家一定不敢相信 疫情三年了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做过核酸检查 真的 柳州真的是一块福地 你们知道吗 我妈说那是因为有柳中原保佑 所以那一年我爸来这里过年的时候 从后到尾他念了就一件事情 今年啊 他们就吃不到我的腊肠了 不知道多少人想啊 念啊 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起来呢 先给自己准备了一颗红鲸鲸鲸鲸鲸鲸鲸 一颗红鲸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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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鲸鲸�鲸鲸�鲸� 自從喔 嫁來台灣以後 吃不到媽媽給我準備的紅雞蛋 所以呢 我就自己給自己準備 不知道 你小時候有沒有跟我一樣的經驗呢 每年的今天呢 我的閨蜜 也會代替我 去我家陪我父母吃上一頓飯 而且啊 她會把菜準備好 都我父母愛吃的 真的很感謝她 這麼多年 最近呢 很多朋友都問我 欸靜靜 現在都已經開放 你們的父母可以來台探聽囉 啊 你可以趕快申請他們過來喔 那我要跟大家 報告一下 我今年應該不會申請他們過來 要等到明年大概 三四月的時候 那時候春暖花開 剛好可以帶他們看阿里山的櫻花 他們還沒有去過 因為呢 去年啊 我也有回去 以前我每年都會回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 前年沒有回 那去年我就忍不住 就回去了 那我前年回去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 台灣還沒有疫情 這四月多的時候 我有算時間 剛好隔離完 我回到家是趕上母親節 那所以呢 我回去的時候 台灣沒有疫情 等到我回到家 好像還不到一個星期 台灣這邊就 爆發疫情 然後我兒子就停課了 然後我兒子那時候就很 他就怪我啦 怪我為什麼不等他 因為他停課了在家 他只是上網課而已 他也很想回去 訂閱 然後呢 我回家 就突然台灣這邊爆發嘛 然後又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就在那邊 打完兩劑我才回來 因為想說這樣子比較 比較安全啦 在路上也比較安全 而且喔 而且我去年在家 這樣子一待一待了三個月 真的 自從有了小孩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這樣子 開心的陪在父母身邊 足足三個月 那對我來說 對我父母來說 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日子 一段非常溫暖的時光 然後每天早上啊 就跟我媽去公園 她早上要去打太極拳 我就跟她一起去 然後她打太極拳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 自己也做做運動啊 什麼的 然後完了以後 她打完太極拳 我就跟她一起去買菜 買完菜呢 我們就回家 然後我媽在樓上啊 她也種了一小塊的那個菜地 然後還有種了一些花 我們兩個啊 就在樓上 弄一些花花草草啊 什麼的 然後到了中午呢 我們要負責洗菜切菜 我爸負責煮菜 自從退休了以後 我們家煮菜 就變成我爸的工作了 以前都是我媽 那吃完午餐呢 我爸她就會打麻將 然後她會打到五點 那我媽呢 她一般會睡個午覺 睡到兩點半 她就要出門 那她就要去打牌 她是打撲克牌 然後呢 我下午 我基本上 有時候在家休息 有時候我就會出去 找朋友啊 找同學啊 小聚一下 到了晚餐時間 基本上我都會回家 要陪他們吃飯 吃完飯的話 我就會跟我媽去 牽手 兩個人去散步 然後呢 散個差不多 40分鐘左右啦 因為太久的話 我媽也不能走 40分鐘左右的話 我們就回家 因為我家前面就是一個小公園 所以基本上就在門口 那個小公園在那邊走 散步回來呢 就陪在那邊 陪他們看電視啊 或者聊聊天啊 什麼的 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你越是覺得 幸福快樂的時光 她過的就特別的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同樣的感覺呢 所以說啊 那三個月我真的是 太開心了 我媽也是你知道嗎 等到我要走的時候 超捨不得 那也沒辦法 這就是原價的 原價的不好了 那我的父母她已經來過台灣三次了 所以呢 因為相對來說 台灣現在的疫情還是 比我們家鄉那邊要嚴重了 對了 我說出來大家一定不敢相信 疫情三年了 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做過核酸檢查 真的 柳州真的是一塊福地 你們知道嗎 我媽說 那是因為有柳中原保佑 所以喔 疫情三年喔 基本上我們那邊 感染的人啊 就是一個兩個 這樣子 那一個兩個 大家也知道 就一定會被那個隔離嘛 那跟她接觸的 我們叫做密接者嘛 也會被隔離啊 那通常就是 她住的那一棟樓 就會瘋 那可是周邊呢 都不會受影響 那所以說 這麼久 三年了 我媽他們從來沒有被影響到 每天還是照常這樣子啊 打拳 買菜 打牌 散步 真的我媽生活這幾年 影響不大啦 唯一的影響就是 她就變成很少 有機會 去跟同學喝茶 對 以前她久不久啊 就要去 跟同學喝早茶 我們那邊喜歡喝早茶 種類非常的豐富 所以呢 她們沒有受影響 然後身體 最近還可以有一次 剛好過年來這邊 那 從那以後 她再也不要來台灣過年 大家會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過年她在家鄉的時候 她要做那個蠟腸 年前的話 大概 我覺得下 呃 再過一兩個星期吧 她就要開始做了 做那個蠟腸 我們那邊做蠟腸喔 跟台灣我覺得 不一樣 我們做蠟腸 就是把它做好以後 我們要拿去曬太陽 知道嗎 把它曬乾 這樣子再拿來儲存 那我們跟湖南的又不一樣 我們廣西的是這樣子 直接曬乾的 那湖南是拿來熏 熏乾的 他們是熏蠟腸 我們是曬蠟腸 那台灣 台灣的蠟腸就是直接這樣子做好了就可以吃了 跟我們又不一樣 那這樣子區別在哪裡 我覺得 嗯 台灣的香腸都拿來煎嘛 對不對 呃 或者拿來烤 那我們的蠟腸呢 對 名字也不一樣 我們叫蠟腸 台灣都是叫香腸 那我們的蠟腸做好以後 你要吃 必須要把它放在那個 呃 電鍋 一般我們是放在那個飯上面蒸 你知道嗎 蒸完以後很香 連那個飯都有的那個蠟腸的味道 八卓的蠟腸超好吃的 你知道嗎 我的親戚朋友每年就是盼著我爸 盼著我爸做蠟腸 然後他們就可以解解餐 我爸做的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那一年我爸來這裡過年的時候 從頭到尾他念了就一件事情 啊 今年啊 他們就吃不到我的蠟腸了 不知道多少人想啊 念啊 老人其實你知道嗎 他最開心的就是他做出來的東西 得到大家的認可 那有人喜歡吃 這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勵 你知道嗎 啊 所以說他每年現在一定要做 我都怕得太辛苦 我要特地去那個淘寶上面給他買了一個那個灌蠟腸的那個機器 你知道嗎 不然以前他是用手耶 用手這樣就是拿一個容器嘛 這樣把那個肉 那個腸子 串在那個容器裡面 然後再把那個肉用筷子這樣子 一點一點塞進去 你知道嗎 他每年要做好幾十斤的蠟腸都是這樣子耶 很辛苦 你叫他做不做又不可能嘛 所以就 好啦 我就去買一台機器給他 他現在做得很開心 其實呢 只要他們過得開心 健康 我呢 就放心了 我這次生日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就是希望說過年的時候 我們家鄉那邊可以開放直行 開放不用隔離 然後可以回家過年 那就是我最大的心願 好啦 今天就說到這裡 因為呢 下午還要去一演 今天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我希望呢 有能力的朋友可以伸出你們的雙手 給他們一點點幫助 我下午呢 就來到了這個土城的路爾門天后宮 首先呢 我要拿那個永保安康的車票 來這裡過一下香火 祈求保佑大家 永保安康 到時候再給中獎的送出去哦 那今天我們是為了關懷本國弱勢同胞 提供工作機會 並有效的食物分享 特別舉辦了這個食物銀行 宣導友善食物的活動 那獅子會呢 希望跟各界攜手合作 落實社區的服務 增進人們的福祉 為更多的兒童服務 那還有很多那個闖關遊戲哦 讓小朋友有更多的參與感 除了這個 還有很多義賣活動 那義賣的所得也是要捐出來 好 為弱勢的兒童 建一份心力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參加一夜 也是盡了一份心力 希望大家都能獻出一點點的愛心 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在這裏面上 學生的世界更多的女性 也要去看 我們要來參加一夜 我們會來參加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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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